那么今天我要来讲的呢 是宁波话问路 那么要问路呢 首先要疑问词 那么疑问词汉语里哪里 那么在宁波话里面是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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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通常我们还需要一个借词 就是说在哪里 位于什么位置 在这个字 在宁波话里面是 雷 雷 雷 那么如果要问一个地方 在哪里的话 就是什么什么 雷阿里 那我这一举天一格这个例子 就是 提格雷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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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般来讲呢 若描述在哪里的话 需要一个参照物 那么我这一举个例子 就是说在岳湖旁边 那就是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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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经常还需要用一条道路来描述 那么在某条路上 宁波话来说的话 就是说 我这一举长春路的例子 就是说 雷 雷 雷 海 等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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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知道 是具体要怎么去填雨格呢 那就讲 업 那么在这里就是用 那么可以说 如果说是乘地铁一号线的话 要坐到西门口那一站下车 那么下车呢 在宁波话里面是 所以在那一站下车就是说 那么当你在描述 如何行走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用到直行 就是笔直往前走 那么这个宁波话里 一般是说成 那么要表示左转的话 左转就是 那么相反 有右转 那么右转就是 那么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无语感兴趣 欢迎加入无语学堂 会关注苏白学堂公众号 那么下次再见了 下车呢 再见 各位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